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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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早安 很高兴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精英会 好 那我们首先有几位新朋友 我们先请新朋友先对我介绍一下 好吗 好 先好 好 等一下这里 来 麦克风给你 谢谢 那要不要介绍你 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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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酥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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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第一次 那它是第一次在半天 crowdsourcing 大家可能安逢 很努力 很努力 好 達人酥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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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話 好 跟妳的 老公 老公他有來過 他有來過 真的老公他有來過 好 那我們也謝謝大家 好 那 首先先講一下 我們上次有講過 我們那個 湖內那一個 家人的事 大家都有聽過 這時候我們 所有的經會都有很多婦婦人對不對 那門口也有一個婦婦人會顧著 不是隨便的人可以進得來 好 然後 這個禮拜去湖內 結果還有戲劇喔 他講的在哭一直哭 他有戲劇 他說他回去 因為他先生被擋在門外 進不來 然後他就很難過 然後他回去 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因為他說好不容易 他先生跟著他要一起來巡訪 結果進不來 就在門口被不把人擋住 然後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 他想 他要去跟他的先生道歉 然後他就去 去跟他先生拜拜 然後拜一拜他就跟他寡歸 他說 那一天你是不是真的跟我去 你如果是你就給我撒個三個獎盃 結果他真的去擋 先刷三的 先刷三的獎盃 那表示說 然後他說你真的很高興嗎 第四個獎盃 第四個獎盃 然後他說你現在是 是不是真的很想學他嗎 那四個話就在一個獎盃 然後他就擋下 結果另外有一個是騎盃 很神奇喔 一個騎盃 結果說你是不想去嗎 啪 馬上就 翻成什麼 太盃 所以你看 人是五個太盃 所以這個就是他後來都講 欸 真的嗎 他先生很想來寫他 就是說 所以老師講的真實不虛 不管是人界神界天界 大家就想學 超歷生命靈這個大話 所以今天我們有人在這裡 既在這裡都是有服務的人 我們要好好的把握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 今天我們要找周阿南 我們先請那個台灣對象一下活動 老師好 各位家人 早安 現在換早安 以前都下午的時間 有一點 嗯 還沒有 很習慣 所以喔 那個 我們 現在 走營經營會 甚至於全台灣的所有的超馬家人 現在應該經過導師的引導 還有跟他 導師一直在要我們趕快去度人 那之前我們有做一個調整 因為在導師共修裡面 還有那個桃園碧珠 那個主持人他的分享了以後 然後我覺得做這樣的調整 反而比較容易度到人 所以我們這兩個禮拜的效果都很好 因為我們不求量 我們求老金子而已 所以說我們要的就是度人 所以老師說 如果說你發了太多的量出去 沒有度到人 那也算是一個狗喔 不是公喔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所以我們這兩個禮拜都很不錯 都陸續 因為我們大型發書 然後有把一些的人 新朋友引到我們的系統來 跟著我們一起學習 那個愛與感恩 那 6月15、16這兩天 我已經為大家安排好的住宿 然後遊覽車都是民會 但住宿的話 兩個人share一間 或者三個人share一間都可以 所以到時候我會為大家安排的 非常的讓大家覺得很舒適的感覺 不會說去那邊啊 旅館方面啊 吃方面啊 各方面都會覺得有一點不方便 那吃我們可以自己 我會幫安排 每一個人會訂便當 那隔天的早上有雨色裡面 有幫那個寶貝 所以可以有知志士的 那是民會的 附帶的 所以說大家要趕快報名 這兩天 因為導師的這兩個課程 應該大家有上過課的人 應該都會非常的了解 有每次跟著導師的腳步在上課 好像大家都提升得好快 我在星期四的經營會裡面 我也有分享到說 總雲群組因為大家 有把我們的群組裡面 大家一直在練習 拋寫我們的心得 然後每一個人都成長得非常的快 而且現在如果說你可以的話 你就把它邀請到高雄群組裡面 然後把你的心得 套在那個記事本裡面 因為走雲群組你要放 都把它放在版面上 因為有時候我要聯絡一些事情 然後你放在記事本裡面的話 我也會找不到 所以真的感到很安慰 因為每一個人 每一個學員 他們現在經過了半年以後 然後每一個人的心得 寫得真的是言之有誤 真的讓我很感動 因為每一個人所寫出來的 都是按照導師裡面 書本裡面的創作 每一本書裡面的策列 真理在寫 然後把它落實在 在我們行注奏臥中 所以大家要練習 練習那個血心得 那血心得 你的提升 把自己先準備好 基礎先打好 然後等待導師所有課程 包括動修 還有導師的那個 這次在桃園的課程裡面 等待導師來幫我們提升 那你上這個課 無形中你會覺得說 欸 起 等一下 感到沒什麼 在這個自然當中 導師已經把我們身上的開關 某一個開關打開了 我們都不知道 你回來你就有那一種感觸 就有那種體悟 所以說有導師的課程 盡量去上 應該像上次的彩虹大華 還有那個身心靈的課程 大家我發覺到大家真的提升 非常非常的快速 每一個人真的讓我超感動的 好 歡迎大家一起 如果說要參加的人 然後趕快跟我報名 然後我們4月7號 我們高雄高平地區 在圓山大畫店那邊有一個 大型的愛與感恩的分享費 所以我們盡力把他邀約新人 那舊人是不是 應當就是本來就是要去參加的 對不對 對 然後新人呢 每一個人 像這次台北啊 古法那邊 新人舊人兩百多位吧 兩百多位 你看喔 大家都努力了 對 因為未來2019年 不知道會變怎樣 大家你我都不知道 導師也不知道 現在天地怎麼安排 就看我們自己的明星 我們自己到底發送的愛與感恩 到底有多大 那個能量就會超越了 讓我們的地球趕快提升 能量一提升 我們就有福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趕快要揮新人 我們每個禮拜去花書 為的也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要趕快度更多的人到我們系統 這個系統大家如果有進來 大家應該都知道 等一下我們會請正義先生稍微分享一下 這個是一個見證好不好 不用啊 好 那不可以講 因為你一通過 透離我們這個系統 你會有感覺 負能量全部會讓 等一下我們由我們的主持人來介紹 為什麼會這樣 好 我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要來介紹 那剛剛他有談到我們這個正義家人 因為他有一段時期已經消失不中 所以那個禮拜是看到他來很高興 說終於又出現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問問他 欸 你怎麼一段時期都不見了 忽然隊又消失了 然後忽然隊又冒出來 他說他去參加老師去年的 六月三號的活動以後 回了 回去以後他感覺 很生活勁什麼都變了 都很修 然後他以為 哇 這樣就夠了 不用再修了 結果呢 就了一段時期他發現 好像我們就常常講的 都德 你的德也用完了 你的能量也消耗勁了 結果他就發現 他的靜態度怎麼樣 往下走 他越來越發現不對了 所以他就趕快回到這裡來 那我們大家我們都知道 在宇宙星球中他有自轉對不對 那一定要有什麼 因為他沒有攻轉的時候 他就會怎樣 脫離軌道 對不對 脫離軌道就會怎樣 可能就會被消滅掉了 就不見 那一樣我們修行有自轉對不對 自轉就是我們在家自己休息 對不對 然後呢 攻轉是什麼 回到老師的回到來運轉 那老師的軌道有哪些 老師的課程 對不對 精英會 對不對 這個都是老師的攻轉軌道 那如果你只有自轉沒有攻轉 對不對 會不會偷離軌道 會 會 會偷離軌道的時候 你有可能你就怎樣 有被甩掉 所以 所以呢 今天在網路看到 有一個寫言說 他很麻 然後他也沒時間 他想 他說 那我們就自己在家自修就好 我一看到這篇文章 我心裡面 替他內衣把他想看 因為很多家人都是這樣子 很久很久沒看到 忽然間 等等就消失了 然後就 配離軌道就沒有了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去了解到 不是只有自轉 還是要攻轉 這個非常的重要 好 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導讀 我們今天要導讀的是 信如跟著來 161頁 61頁我們今天要先導讀四支式 然後老師講 這一本書信如跟著來 連續看七遍 一定會信如跟著來 以及會有奇蹟 所以有機會怎樣 大家就80天 聽話到就把他看七遍 就一定會有奇蹟出現 好 那我們先來導讀四支式 我們先從史物理來 找到自我定位教學 學員提問 有時候真心誠意的對人家好 很單純對人好的想法 卻被別人欺負了 心裡面一直有割那在 如果如同導師所講的要放下 但要如何做到呢 太陽聖的導師解答 一切都是能量 你回想看看 當你逛超級市場 如果沒有買到綜藝的東西 沒有值得開心的事 卻又滑了一跤 你就會對滑倒這件事特別生氣 一直怨聲載道 這是事實 反推回去 你在失所時 找不到生活價值 實在沒有特別的價值可言 在其他負面事項產生時 注意焦點就會全都在其身上 好比你身上 你今天身上有一百元 一失五毛你不會在意 但你身上只有一元掉了五毛 你就怨死了 天天長著五毛 這就是告訴我們 究竟我今生的價值何在 在這一刻能立即找到今生的價值 是每個人的當務之極 謝謝 好 我們感恩屬領為我們老婆 玩的這個師徒室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最主要就是說 他講的要真心誠意的對人家好 很單純的對人好的想法 但常常往往會被人欺負了 心裡面一直有一疙瘩 如同老師所講的要放下 但要如何做到 各位 為什麼我們去幫助人 那老師也一直告訴我 我們去幫助人家 我們對人好 我們要不要激功 要不要想要有回報 對啊 所以呢 這個 在道德經裡面也講 上德不等是有的 對不對 上德之人他不會想 每天都想著他要得到什麼 得到什麼有沒有 所以他才是一個有德之人 對不對 然後下德之人 下德不失其德 所以無等有沒有 下德之人他每天都想著什麼 他要得到回報 他要怎樣 所以呢 他什麼都沒有得到 有沒有 這個在道德經裡面 跟我們講清楚了 所以 老師也告訴我們 對不對 我們做任何事情 要不要求回報 對啊 對不對 我們只要怎樣 心存三念 然後我們好好的去做 你要去想一天想到的 每天對任何一件事情都想到 第一個想到 我有什麼福德 我有什麼福報 有沒有 對 這個觀念要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 要去瞭解 所以 老師告訴我們一句話 因為有太陽在本書 所以告訴我們 吃虧就是占便宜 對不對 對 那有的人講 我幹嘛要吃虧 對 我幹嘛要吃虧 那事實上 你去想這個道理 為什麼我們的聖賢者 都一直告訴我們 吃虧是占便宜 吃虧就是虎 他為什麼不告訴你 你不可以被人家占便宜 對不對 為什麼所有的聖者都告訴你 吃虧是占便宜 吃虧就是虎 你去想 為什麼 跟我們凡族人的想法都會不一樣 對不對 那老實講 你今天你吃了虧 你怎樣 你就不會去 你為了這件事很care 對不對 對不對 人家講什麼 留人怎樣 留人一條路 是結 以後也好走路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吃虧的時候 你不要去想 我到底吃了虧 我是不是 我就 就這樣一直倒人下去 未必見得 所以呢 我們都知道 你吃了虧 對不對 對 那天地的真理是怎樣 該你的 到最後還是怎樣 還是會回到你身上 對不對 那你給人家占一點便宜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就像老師 當然因為有太陽裡面 他也請隔離齁 這個例子可能我們也會常常在 我們在 我們本身也會常常會碰到 譬如講我們去餐廳吃飯 有沒有 然後我們點了菜 結果這個服務生送做了菜 有沒有 這個應該常碰到 對不對 那第一個直結你會有什麼反應 多了一道菜 多了一道菜 哇那不錯喔 喔這個 這個立地真的很棒喔 可以轉得這麼快喔 多了一道菜 一般應該不是像他這麼 這麼轉煉的 一般就會馬上會講 我沒有點這道菜 你送錯了 有沒有 是不是 要求他怎樣 換菜 換一道菜 對不對 然後你會 你 你去想這個勁的時候 你 當你在跟服務生講這句話的時候 服務生的表情會怎樣 是不是很尷尬 對不對 對 那如果你當場你轉煉 你會 啊謝謝你 謝謝你 沒關係 你讓我品嘗你們這樣 你們家人家常常 那一道燒台菜很棒 很感恩你 對不對 那服務生會怎樣 很開心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的 對任何周遭我們的一切人事務 我們都要怎樣 用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對不對 用這樣的積極的面對去採註 我們才會得到什麼 正能量 對 所以老實講嘛 一切的事情都跟什麼有關 怎樣 對不對 如果我們今天 每天都是這樣跟人家 所以 你看我們常常會 會在 像這樣的事情 在餐廳上 在餐廳裡面 我們常常會看到 有的因為這件小事件 會跟 服務生大吵一架 對不對 然後甚至有的更 更 更那個的 更過分的還要求人家怎樣 不是喔 還要叫人家免費送給他 這一道菜 然後另外再來一道菜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都不要這樣做 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是一個修行者 對不對 老實講 至少站在紅塵中 要讓人家有感覺 你有沒有修行人的氣質 對不對 對啊 啊不然人家 如果人家知道 你是一個修行者 你這麼沒有氣質 人家說 他會不會去打聽 那這樣是不是對我們操法 是不是會有負面的影響 對 所以老師一直告訴我們 對不對 吃虧就是這樣 讓人家感受到 我們他們的家人 都怎樣 都很有氣質 所以不要在意那一些 對人家好 人家沒有好的回憶也沒關係 所以我們剛剛聽到的 道德先生講 從日不經 不以物行不以己悲 就是告訴你這個 你有好事的時候 你不要太高興 有壞事的時候 你不要太悲傷 就是講 喜物行悲不悲 那做到這個 能不能 那很難 那很難就必須老師講 你要靠 我們平常怎樣 多多的練習 多多的修練 多多的去修怎樣 修心法 對不對 多多的修心法 讓我們的心能夠平靜下來 那我們的心平靜下來 我們就可以怎樣 面對一切 對不對 隨時隨地都會有一顆的 平靜的心 所以 老師告訴我們 修行不是在山洞裡面修 也不是說 我要求一個比例去 就要靠殘來 才可以進 是說 這個都不是正功夫 正功夫就是要 動中起進 動進皆矣 這個才是正功夫 尤其在宏城中 有沒有 很多的事都在練 叫做 見識戀心 戀母心 戀著一顆 如如不動之心 簡單不簡單 不簡單 不簡單 要見到如如不動 真的不簡單 我們知道 又鬥到如如不動 最容易碰到的是什麼 對我們的直理 最容易做不到如如不動 有沒有 是不是 直理有 萬一有什麼 有什麼不聽話 或是什麼 或是什麼事情 不如你的意思 你會不會大發跌停 會啊一定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樣 馬上就在 就在什麼 印證你有沒有修到什麼 一顆平靜心 有沒有如如不動 所以老師講的 你一動氣了 左燒功德裡 我才講你怎麼吃 好不容易才記一點點的 小功德 結果一氣就怎樣 後口就全部沒了 對不對 所以修行真的 好來 你要分享 好來 好來 好 我們歡迎歷經來跟大家分享 老師好 主持人 還有親愛的家人 大家早安 好 我今天要分享就是 我真的有提升喔 因為我昨天我女兒 真的真的 因為我昨天上完課以後 我回到家裡 然後他們也是昨天有補課上課 然後他們回到家裡 因為我早上買 我就是買兩朵麵包給他們吃嘛 然後配牛奶 結果 欸 老大帶去的那個麵包 剛好裡面有頭髮 有頭髮 然後 他回來就說媽媽這個有頭髮 那個時候他就交代說 媽媽你去不要那麼大聲喔 欸你這樣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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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 你這個怎樣 他知道我的個性好像是這樣的 但是我跟他講說 沒有咧 我不會這樣子咧 沒有咧 然後我去的時候 服務的小姐人員很好 我就說 欸小姐妳好 我這個 我女兒說 我昨天我帶著花票去啊 然後我就說 我這個麵包 我女兒 她說裡面有一根頭髮 我把那個照片拿給她看 她說 欸我們兩個加入Line 加入Line 我說喔好棒喔 那個小姐很親切的處理這件事情 她說要跟他們的師父講 然後就加入Line以後 然後我傳給她 她看到 哇真的有頭髮 她就說這樣必須跟師父講 以後才能改善啊 她說 妳這樣子跟我們講 是很好的 然後 我就覺得說 我 我去的時候 我就 沒有像我女兒講的 因為我女兒知道我的個性去 啊妳 妳怎麼會跟她買 還是怎樣 很想念 她以前知道我的個性 然後 都換好了 她就講給妳說 啊妳要換什麼嗎 或是要退錢 我說不用 我再給妳買麵包 再給妳多錢就好了 然後她就打了花票 好我就回去了 然後我回去兩個就靜靜的在那邊看著我 我說 有沒有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她說 妳去的時候是 就大小孩怎麼買 還是怎樣買 我說沒有 我很親切 我說 我很親切的跟她講 所以她也很親切的 就把這個事情解決了 然後她說她願意把這個照片 傳給她師父 讓她師父改進 所以我覺得我有進步 妳知道嗎 以我以前的個性 記得她 妳在那裡有什麼 我覺得我真的 每天做心房 真的是在念我這個心性 因為遇到事情的時候 就是不能 以前的我 我真的去就開始 唉 跟她說 妳這怎麼做 妳這怎麼做 什麼 我覺得這樣沒有辦法解決事情 但是我現在 我會覺得說 我們要把這顆心穩定下來 妳要解決一件事情 要去處理一件事情 我們真的要用很真誠的心 然後告訴她 然後就會得到一個完美的結果 所以我女兒回去說 妳很大聲罵一叫 我說沒有 如果依這樣子的話 我媽媽是沒有辦法換回 把這件事情處理好的 所以我女兒說 我就跟她想說 即使媽媽現在個性變很好了 我會隨便亂生氣的 所以我很簡單 我這樣子接觸超馬以後 然後我們每天如馬師兄 就是在念我們這顆心 不能破功 因為真的 每一次遇到事情就會破功 然後今天早上要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趕緊早上10點到5點 80點到12點 然後因為我回去的時候 他們會等待吃飯 然後小的就交代喔 妳不知道又混到2點才回來 我說沒有 12點準時下課了 我回去的時候 我會給妳準備午餐 我就沒有大聲罵 以前我就會大聲罵一罵 你知道嗎 那就是也是破功 我想說不行不行 對 我就好好跟她想說 我會準時到的 然後會幫妳準備午餐 好 謝謝 感恩 謝謝 謝謝意見的分享 真的 意見真的有進步 因為剛進我們今天會有修行的時候 我們都有看到她 她那個體氣真的是不太好 現在真的已經進步妳做 恭喜她 然後她女兒好像蠻有靈性的 靈性在 對 都一直在靈性那邊熬我 對啊 我要改成她 對 你看要以前的個性 她怎麼會感念她女兒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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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短輩也是晚輩 我怎麼 我會對妳不客氣對不對 對 然後她那個恩怨就是 對 對 謝謝不會 就像我們常常有家人的問我們一句話 她說她跟她的子女之間關係不太好 然後她問我們要怎麼去改善 我們都跟她講 第一個妳要去跟妳的子女去參與 她第一個回答我們是什麼 什麼反應是那種 她不是她說 我是她父母欸 我為什麼要跟我的子女參與 第一個我之前的反應是怎樣 那妳想 這樣的反應對嗎 不對 這個搞不好這次再來考驗 對 這一次她是妳的子女 妳知道上一次搞不好她是妳的什麼 對啊 有可能她是妳的長輩 妳如果把時間點拉長對不對 搞不好不是妳的父母而已 搞不好不是妳的父母 搞不好不是妳的阿公 妳的阿公妳的阿嬤 對不對 身體更高啊 有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不要去想這個問題 你今天妳能夠成為家人 妳都一定有她的意願上 那妳這一次的事情沒有解決好 該道歉的 該懺悔的 就要去懺悔 不要去想到說 她是我的晚輩 我是晚輩啊 我跟她道歉啊 我跟她怎樣啊 我跟她怎樣啊 那可能會沒有面子 修行 不要談面子 對不對 所以老師告訴我們要怎樣 言以利己 寬以待人 對不對 那請問各位 什麼叫做言以利己 如果要 大家都會講嘛 言以利己 那什麼都到言以利己 以身做的 以身做的 還有呢 其實很簡單 你想到一句話 不給自己面子 就是言以利己 就是言以利己 這樣是不是就很簡單 對不對 那寬以待人呢 給主別人面子 有沒有 那妳就可不可以收到寬以待人 對 所以這兩句話 妳就記住了這兩句話 妳如果能夠去落實 妳就怎樣 可不可以達到這兩句話 對 妳就可以很簡單 妳就會去達到證 老師要求我們的 妳們一定寫寬以待 好來 後來我們有來的一位信朋友 這位信朋友 妳先自我介紹一下 好 歡迎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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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好 好 我最不習慣的就是字文 簡單的就好 對 我叫 我叫林魯 阿靈就是聰明的你 林立 哇太棒 然後我就四字無意的 對 然後很高興在這邊認識大家 然後 希望大家一樣 平安快樂 好 謝謝 妳是什麼 什麼狀況下接觸到超嗎 沒話吧 妳的話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都在學校服務 妳都在學校服務 不是同事不一樣的學校 然後剛好我們 做了工作有 每個學校可能都會有財產管理的 對 然後我們兩個剛好都是 然後 對 因為群組 採取一個大學校群組 這樣子 然後 沒有發覺我很棒啊 就跟我介紹這樣子 剛好今天剛好這個 音源過來這邊 對 感恩 謝謝 謝謝 謝謝妳 好 好 那我們剛剛那個 是不是 我們早上完了 還有沒有任何問題 或是有人要分享 好來 我們再給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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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自我 定位 價值 然後 老師的第一句話 一切都是人量 對 我進來招碼 一年多 從 老師說的 從 從 實修 實念 實證 然後到現在 對於 一切都是人量 這句話 深信不疑 因為在這一個禮拜裡面 讓我感覺到 好多的驚喜 和奇蹟 而且都是 因為在超級生命密碼 那個 禮拜天 我是因為透過 信方 說也是我們的 學員 對 那他介紹我 認識他的朋友 因為我最近 換了 換了一個 新工作 在 買賣房 那 因為我們都認識很久了 我也不喜歡 公有的 所以我不會誇張 那他介紹我 認識他的朋友 去到 他的朋友家裡 我覺得 我講 再更加分享 差馬金 比我當賣房子 還要認識 然後 我一看到 欸 你也有 有讀真 你說有啊 信方跟我講很久了 但是他之前 有看不看 都盡在 但是他賣的房子 賣了很久 賣不出去 一年多了 我就跟他說 你如果運用我們的 超級生命密碼 是種 老師裡面交的新法 你的房子一定 會很快就會有 有著落 這樣子 然後他 欸 聽我講好像 欸 因為我講得很 誠 然後 我也 語氣也是很肯定 所以他就 很開心 那 信方就 上個禮拜 就把超級生命密碼 之前信方就有送給他了 但是他不知道把他放到哪裡去了 然後我去到他家禮拜 上個禮拜天 我看到的是那個 欸 禮拜 不是禮拜六 是禮拜六 然後我們禮拜六來這裡了 嗯 然後 我看到他在看一本 我們老師寫的 原來富有可言 那他裡面也有大概寫到我們超級生命密碼裡面 有講的一些基礎的 但是我一直跟他強調 你的基礎光一定要從超級生命密碼去 然後他也很開心 然後他也很開心 那信方也送了他超級生命密碼 然後也很開心 他就每天 我們會互動 那經過學期 說你趕快把它看完 那信方也很棒 就特別跟他說 欸怎麼這樣去做我們超級生命密碼的信法 那也很棒 今天已經有人會去看他們的訪問 哇 我會覺得這一切都是人量 你真的是人量 我剛剛說你只要你的人量上來 你的房子很快就會 不管是誰去馬 就很快就會處理掉 你不會再一年多的困在那裡 對 OK 這個是一件 那再來就是一個很巧合的 也是在 這個在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二還是 靜芳 奇怪了 也都是信方 因為你是他 因為你是他 你拐高 真好耶 來 我們任任都是好朋友 他就到 一位叫 財湖大哥 財湖大哥 我之前不認識他了 因為他坐在 禮拜天的時候他坐在第一個位置 那我坐在那邊最後一個位置 所以我沒有看到正面 但是有聽他分享 很巧合 慶芳去到他的大樓 然後看到有貼就是出售的那個電話 他說 如果我真的有看到小屋鼠要賣房子喔 那個跟你講電話 然後他就電話給我 真的很巧合 打過去是 但是我要說的 打過去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他 只是因為請他房子讓我服務嘛 所以他也很好 我會覺得這個是人量的一個教學 然後他就說 你先去看房子 然後再跟我聯絡 開完照 然後我那個 開完照之後 我就打給那個財湖大哥 然後去到他人家 那他有辦公室 我一看 然後我認識你 我認識他 我說 你也有在看超級市場的密碼 喔 超開心的 然後他說 我說 我也有在看你 然後 然後他就說 欸 你在哪一個第一位 我說 左營 左營 我怎麼不認識你 太巧了吧 所以很開心 還請我吃很多東西 還請我吃很多東西喔 真的 超開心的 所以我真的很感人在 超級生日密碼系 還有第三件 真的是人量 就在昨天 因為我們都會有一些資訊 現在都是網路人發達嘛 所以會看到一些屋主要自賣房子的嘛 我抄了 我大概會有 那個寫了大概七件 但是我只 因為我 比較少在打 所以我也會 有時候會 比較說 欸卡平的 然後我們都會 之前我都是比較 行銷比較多 然後 然後 我就一個 心念 我說 一切都是人量 那就是隨緣吧 如果有緣的話 一定會接上 然後 我就打 打過去 欸 那個屋主要整整接了 然後 跟他聊完之後 欸 真的又讓我服務了欸 哇 我感覺 真的超 好神奇的 然後 今天 早上 在他的那個Line裡面 我就去看他的圖案 他就 兩個 小家庭 還有兩個小孩 然後 上面一個圖片 他四個字 他寫的 天 到 同情 哇 我會感覺這個真的是很天地的 人量都是相合的 所以我 這禮拜超神奇的 那 前一陣子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一直在看 那個 原來不有 可是也很簡單 那我也在高雄君主分享 那 在 這段期間 我會感覺 天地都在引跑著我們 那 以前我有很多 負面的想法都超多的 都很期待期待 不過現在 但是透過 人量的提升 我現在都想好了 我 我 服務的房子 它一定會賣掉 它一定會成交 讓大家都很開心 這個是 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們不管是 富有的話 我們都很想 以前真的會把它想成 是金錢而已 對 真的是比較狹暗 然後我一直看 抽了卡 然後對大老師寫的書本 老師一直在強調 富有 不是只有金錢 當然金錢一定很重要 OK 那 譬如說人長的美 也是一種富裕 家庭美 也是一種富裕 老公對我們很好 也是一種富裕 所以想一想 我說 我已經很富有了 那 我還不知道 然後 有人跟我說 人在浮中不知 所以 這邊 我跟各位分享的 我們其實每個人都很富有 那只是會有一些比較弱的方面的話 我們再運用 超級生命密碼的能量補強一下 讓我們的未來都會非常美好 感謝各位們來的 補充一下 我來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接下來補充一下 他既然提到我 說實在 我在一月份的時候 我本來要搬到我國外路那邊的那個舊家 所以我去年 大概花了三個月四個月的時間 把它整出的 不敢說沒能不能換 但也花了一百多萬 把那個時候有的 因為我本來都想自己住 所以什麼都是用比較 不算最高檔 但是也算上檔的 然後之後 一月份推出要賣 為什麼要賣 我是想說 我想辦個環境 因為那房子 不大不小也算蠻大的 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 就覺得掃地太麻煩了 所以後來我就找了 找到那個走營去 找了一個兩房的 兩房之後 那天大概有分享之後 到那邊去 後來想講 就發生了一連串 很有趣的事情 那距離我們走營 基因會 從走營到這邊 從博愛後站到這邊 大概同等的基因 都是兩站的樣子 而且都很方便 所以我想去那邊 但是我感覺到 走營地區的 童話區的環境 會比 研究區的這邊 好很多 雖然博愛路 我後站那邊是 高雄市的 淡房中的淡房 我可以這麼想 但是我那房子 畢竟太舊了 38 37年多了 1月問題出來之後 開始很多 所有有名的那個 仲介公司都來找我 我只有找一家 因為我家隔壁 這是台灣房屋 但是我看到 欸 都在隔壁我想拜託他一下 之後第二天開始 明天的出來的 有名的都來了 姓氏啦 還有什麼 什麼處 永慶啦 什麼都來 台性 台性是他 哈哈 我做一家廣告 後來已經五六家了 我簽的是一班約 我自己也可以賣 也有很多人打電話給我 但是我的賣沒有他們的專業 那我也想說 一定要透過專業 專業 這種市民教委的專業 你不要 你別說你很老的 我連個圖都 我連個像都照得 沒有人家好 人家那個專業拍起來 看起來就是不一樣 後來 當那個乙方打給我的時候 我想 我已經那麼多家了 後來就想 都一個機會也無妨 我就說 好吧 你先到管理員那邊 你先去看我的方式 看完之後 你再打電話給我 結果他一去就跟我 他剛剛談的那一段 那他說 哇 我也挺高興 挺感激的 後來我就跟乙方講說 好 別人沒有的條件 我再給你 對 我說我加碼給你 那我希望你 然後 你也不用做太多工夫 你不要講是我們是超級的 我把最好的人家拍的3D的照片 我直接轉給你 我只是這樣 稍微修改一下 因為那是板錢問題 然後我給你更優惠的條件 等你成交的時候 我們再 再來 再利 所以 所以 以望 我叫你以望 就好了 因為年輕把你很多 我的幸福就在你身上 因為我那個家 我那個家坦白講 我那個家要賣 趕快賣掉 我那個新房子 現在其實我已經決定 4月1號搬家 但是 不搬家 如果在4月1號之前沒有賣走的話 我必須比較麻煩 就是說後面那些 我會選他去幫我貸款 貸一些來 如果去賣掉 我完全不貸款 就直接把 我就要叫那個公子 說你等我等我 等我到三月底 我就賣不去 我就 反正我不會欠你錢 就是兩種方式而已 但我後來心裡想 我什麼都毋庸號 即使貸不了 那房子賣不去也沒關係 我就是想辦法把它買下來之後 我就來以房養老 有沒有聽過 我把這個房子 我的新的房子 我把他給那個銀行去抵 我每一個月領個三五萬出來 等我一次敲敲敲敲的 可以來上課 然後之後我就說 這樣的話 我就那天我一直加持說 我把裡面全部長給以房養老 我希望他在三月底之前 把我房子賣掉 好不好 在大家 你要走太陽公崩 對對對 因為公展是太陽公崩 那個自展是 他也要 這樣的話 因為畢竟 畢竟我非常相信 任何事情都交給專業 你不要說你這把 你這把去領導 沒有在領導 所以在我們這個走營基金會 所有的家人的住 幫忙之下 誰住住下 那我希望以房保留還是怕掉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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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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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都懂 裡面很髒 都沒有人 還沒有人在住 然後找東西去賣 中間一看一看搖頭 拜託了 就像剛剛蔡霖講的 你也在這裡整理你 想要再回刷一下 然後再裝潢一下 要更好賣 那我們想 幹嘛都要賣了 還要花這一筆錢 對不對 所以沒有想 後來都賣了十幾年 都沒賣出去 都不理他 然後進了超買以後 也沒有去想到這個問題 反正賣十幾年 賣不清楚 然後有一天我的哥哥都打電話跟我講說 欸不行 不賣不行 因為這個是大家共有的房子 那每一個人年紀都大 然後你不賣到說 萬一有一個人先走了 那就更麻煩 所以他就講 還是要賣 然後就找到一個中介 他去看了他說 哇 你這個房子 三四十年了 阿台都垃圾到這樣 你都沒賣到 人家給我看看 人家給我看那邊沒割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就跟他講 沒關係 沒關係 只求你一件事 在我們家門口貼個壽字就可以 出壽的壽 然後他要不要買東里分析 結果這個中介分 反正他也不懷很大的希望 因為他都知道這個房子賣了十幾年 都賣不出去了 對不對 對啊 好 然後他就好 他就隔天就去我們家大門口 掛了一個房布出售 然後那個鬧完 第十個來第三個 救人去看房子 第三個救人去看房子 結果那一看 他又沒聽說 這間就很高的 裡面有七八糟 裡面有什麼都沒有 看完他就說 這間房子有要買的 就這麼簡單 他說他要買的 然後就說要簽約的 就說 真的假的 賣了十幾年賣不出去的房子 結果接著一個出售三天 結果馬上有人要買 然後後來再想這個問題 哇 真的 原來都是能量的問題 真的你能量也低的時候 你做很多事情 你都不會順 那是什麼時候 去年 去年的是 我們家那個舊房子在林雅二路 就是在林雅四年附近 在巷子口 巷子的地間 然後呢 很好玩 然後賣了 然後我們一般 另外一般也知道嗎 一般賣房子要幾趴 2趴 2趴 4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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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4趴 6趴 6趴 然後很好玩 因為那個中介 因為我們後來 我妹妹是在做淡書的 那個中介跟我妹妹有黑騷 然後我就問我妹妹說 那中介會怎麼算 然後我妹妹去問那個中介 他說 隨便發個紅包就好了 我說 我說 我一聽我那傻眼 我說 怎麼地底下的好事都在我身上 如果你講的4趴 那一棟房子賣了700多萬 4趴也要幾萬 20幾萬 結果他就跟我講說 欸 中介說 叫你保育的紅包給他就好了 我說 這麼好的事啊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包多少 然後我妹妹說 好像就是一個數字告訴他 兩萬次了 對啊 對啊 一個一個要包兩萬次 有嗎 我還包兩萬 阿妹妹不知道啊 因為就是一個 一個信息掌給我 我妹妹講 她跟我講說 兩萬次 她那個數字 她也不知道怎麼來 她說很奇怪 就是脫口一次就是兩萬次 然後我就說 那就兩萬次了 那就 真的那一天 全交了以後 就給她兩萬次了 欸 結果這個中介拿了兩萬次 還怎樣 還開心 還一直說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其實裡面在想 這個好像一切都是 能量的問題嘛 對啊 一切都是能量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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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公司有公司的公司 那當然是公司公司的問題 對啦 不會啦 我是講我的事情齁 那我們不能 我們的事情就跟別人的事情都套用啊 沒有沒有這種事 我就是講說 一切都是能量的問題 都是能量的問題 不然的話你想的 你辦了十幾年的房子 都賣複出器 對不對 結果來操馬修行以後 老樣日 你的能量提升上來 因為那段時期 我們也為了要賣那個王子 我以前在那個舊的系統裡面 我每天都會拜神祕 我每天求耶 我每天求啊 真的啊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家不是只有拜一尊 我們家拜三尊耶 然後我說三尊都求了 結果你看 也是不會十幾年 沒有用 所以還是能量的問題 那你自己本身的能量提升上來 好像周圍的事情 因為這個能量開始在做 所以老實講 為什麼轉不動 都熱起轉不動 或是你自己的能量 自己的勁也轉不動 老實講 這個跟你的能量 絕對有 絕對的關係 所以必須要做的是什麼 把能量提升上來 那個才是重點 把能量提升上來 然後就老實講 很多事情喔 三分自己 靠自己 七分要靠什麼 靠天 天要注意比較快 你如果靠你自己的力量 可能比較難 所以很多事情 所以老實講 今天為什麼老實一直告訴我們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有什麼事情很順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腦袋快要想到什麼 憲天 就是這個道理 可是現在的人他不這麼認為 因為他不會去想到說 他今天生活的順境很好 他的什麼很好 他會互有 他會很有錢 他不會去想到說 這是上天的事 所以他不會感覺自己 這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而來的 事實上不是 事實上是 上天的事 上天的祝福 這個我們要有這個觀念 所以老實講 現在的人沒有這種概念 那我們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生的兒子 速速寫天 這個很重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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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很謝謝大家 好 好 好 沒關係 好 那我們謝謝大家 我們開始來找讀一下 四字料 來 四字五 四字五 你心理提升更擅長 更擅長 心理提升更擅長 學員提問 由心理產生的樂觀 和一個人喜歡運動所產生的快樂 這兩者有什麼關聯 他要證得老師解答 運動產生的是一種快感 當下開懷是偏遠的 五 我運動就消失了 我運動就消失了 但是做心態的調整 是在心在運動 心的運動 承諾身體細胞開始運動 這就是為什麼不需要 親自出去看太陽 只要透過觀想太陽就出現 科學家所區分的物質 非物質 事實上地球舞台 有許多是物質和非物質合體 只是你看不到非物質 你是很難接受非物質 總以為是胡言亂語 要求眼見為平 這是人間視野的狹窄 當中醫針灸治療時 針下去的撒那 就是結合物質和非物質 只是現今的針灸 講究手法已經 離非物質較遠 在武俠小說裡 往往在危急之時 有道行的人 及時出手握救臨終之人的一命 這是小說編 編撰也好 但確實是作者原字素式的生命經驗 靈感所編寫 或者在非物質 借存有的學說 的確可以這樣致病 所以運動所產生的快樂 以層次區分 它是最基本的 只要在心靈上下功夫 即可提升到下一個層次 如果你能運動 加上心靈的調整 就更完整了 好 我們感恩正前 這一段完了 就倒得完了 這一段最主要談的是 心靈的提升 那我們一般 我們一般人 在胡登東人 一想到要健康 大家都只會記住一次 要活就要動 所以很多人就喜歡去運動 那事實上運動 所能夠照顧 大部的大部都只有身體方面 一般比較沒辦法去達到心 心跟靈的方面 那老師這裡有告訴我們 我們要調整的是心的運動 不是只有身的運動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運動 如果夠量 也有可能會導致什麼 沒有賺到能量 反而是在耗取能量 那我們都知道 一切都是能量的問題 所以這個心的運動 對我們來講非常的重要 所以 老師告訴我們 就是要怎樣 要進重心的運動 也就是說 讓我們心靈的層次要提升 那 因為你的心靈層次提升 就會跟什麼有關 跟等有關 所以我們講 德就是健康的良藥 如果你身體想要健康 你沒有德 你想要求身體健康 這個比較難 所以有人講的 德就是健康的良藥 然後呢 所以也有人講 有人就建議 中醫師 如果你在中醫師等 中醫師能夠把這兩個 兩個命方加進去的話 那他的中藥應該會比較有效 第一個 希望中醫師能夠有低果 低果觀念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要把地質規漏實 所以他就是希望說 如果中醫師能夠把這個概念 給傳導給他的病患的話 由這兩個地方去落實 那他的 他就會在這個治病方面會 效果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要談到地質規 那談到地質規 是不是也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三個禮拜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我們服務 幫大家去蒐集地質規 然後就是已經背蒐集完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到學會去 希望他再送給我們三個六套的地質 然後他就 以前他不會問我們是哪個單位 結果這一次他就問你是哪一個單位要 然後我說到底什麼密碼 喔 我們這個單位全球吸球量太大了 所以我們現在不提供給你們這個單位 他說 那我說 那你們不提供那 我們是直接自己去找印刷廠 都對 你自己找印刷廠 你們自己去 因為他說 前台灣有人超級生命密碼這個系統 需求量太大 需求量太大 所以他不提供 所以在這裡先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地質規 趕自己去拿 那你拿一套兩套他大概 他不會怎樣 但是我們幫你拿一次要拿好多套 他可能就會有密切 所以這樣 所以要跟在這裡跟大家稍微收容一下 不是我們不為大家服務 請大家諒解一下 以後可能就比較少有這種方便的服務 近東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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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都有 但是近東協會也不一定 每一個近東協會 都會遇到處 因為我也 我也找過很多近東協會 並不每一家的近東協會都有 有的套戶 好像對對外面不太不注重 那高雄哪裡有 高雄 高雄 高雄目前 我知道的好像是在明華路那一家有 明華路那裡有一家 那個什麼近東協會那一家有 他不然就要到那個 近三天 一群也有 一群也有 鳳山那一家也有 對 但是 像那個七弦路那一家 現在就沒有 七弦路那家 七弦路那家 不要說你是超級生命 因為 因為他現在好像都知道 我們超級生命命 系統 這個地址規這個 氣球量很大 所以他們都知道 他們都知道 他那個 他那個 是普通的樣子 對對對 對 對 所以呢 因為因為 為什麼 可能啊 我在想 我們 操板系統的人 為什麼會系統這樣這麼大 因為老師講的這個 地址規是我們必須修的第一步 因為你要修活到天道 第一個要先 成人道 那地址規就是要教做人道 你做人道 你都不懂 你想成仙道 生活到 成天道 有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地址規一定要落實 社長說 地址規一定要落實在生活中 所以啊 我們應該都會 很多人會要等一本書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為什麼齁 因為我 我有講過嘛 金人過年前 那我在禮盡神秘的時候 不然就有國家的神秘跟我講 把地址規塵上來吧 哈哈哈 我也傻眼你懂嗎 因為我說 欸 我 我周上只有塵的是 超低生命密碼跟了益潛力 可是我沒有塵上地址規啊 那以前都已經擺了那麼久 他都沒有說要地址規 結果過了一天 他忽然間我在禮盡的時候 他忽然間跟我講說 把地址規塵上來 我一樣 我一天裡面再想 那那幾本是不是看完了 現在該要看地址規了 你家哲平可能以前不會做 哈哈哈哈 這個也有可能 因為老師講 現在神也要決定地址規啊 神也要決定地址規 這個沒有錯 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也趕快怎樣 我會趕快就把地址規塵上去 結果塵上去 結果你進完 我發現 他回應給我的 是一個很喜悅的無量 笑的 對啊 他回應給我的是這樣 所以我本來因為我當場 我也嚇得一跳 我說 欸 我忽然間這樣跳 我把地址規塵上去 我也嚇得一跳 你知道嗎 因為已經很久都沒有這樣子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會想說 那你那個超級生命法 是不是已經看完了 現在想要協定地址規 對不對 對啊 啊所以現在就是說 很多 很多家 可能大概我們前 前台灣的超馬系統 大概很多人會要 真的是 那如果沒有沒關係嘛 我們就直接去 去Youtube裡面 聽採取信就好 因為有的人是說 有時候聽得不太清楚 所以大家對照思考 對 其實那個我分享一下 大家在用聽的 老師說叫我們用聽的 對不對 那裡面聽 然後翻閱 那個對照裡面的書本 然後哪一點做不到 我們畫一個重點 把它畫下來 這樣反而會比較快速耶 你比較容易學習到到位 這樣子 跟大家分享這樣 好 好 那沒關係啦 現在目前我手上還有三套 還有三個人 還有三套 好 好 好來 還有沒有任何任何問題 好 那我們 來 好來 上一來 來 來 謝謝 謝謝 老師好 總持人好 各位超馬家人好 好 剛剛提到地址問題 我也想到我前幾天 有PO在我們的群組 對 還有文字打 對 有文字打 可以下載 可以下載 你可以下載之後 把它轉成那個列印對 電腦列印下來 這可一樣 可能要很多喔 對 如果需要的話 對 要不然就手機卡一卡一卡一卡 也是可以的 對 有 一本好像一百二十幾吧 沒有 那個他 我問他啊 他說如果 你去給運畫廠印 那個 一個一本一百一十四 他也不一樣 一本一百一十四 對啊 一剩本 你用一本一百一百一十四 那是夠 一本一百一十四 你用一本一百一十四 一本一百一十四 不是一百一千 如果一百一千 還算OK啦 不貴啦 不貴啦 因為我們長期都是一樣一共有一位 因為可能就是因為氣質上太大了 可能也沒辦法提供 因為大家去想 以前我們超法系統的金融會 前台灣沒幾個 現在已經老實講 前台灣已經超過一百個 我們去算 一百多嘛 你去算一百個 你想 一個如果要個二十套 那一百個要多少? 兩千套 對不對 那他算一算 兩千套 那也是一個要二十幾萬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實在算 真的也是一大比覆他 所以他現在就要不提供 那事實上沒關係 你們個人去哪 一靠兩套 他應該不會不進去 因為我們是打批的給他要 他可能就比較有問題 好 那還沒有任何問題 不好意思 我繼續分享一下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心靈提升更上層樓的問題 那我看到裡面 我有很多感觸 我覺得我多分享 是不對的 他講到新的運動會讓身體細胞開始運動 講到你看不到非物質 以至於很難接受非物質 但事實上是有非物質的東西存在著 還提到那個針灸嘛 對 那我個人就是來超馬以後 真的體驗到了這些事情 還有剛剛主任在討論的那個 一切都是能量的問題 我想 我的故事可能也有很多人都稍微了解一下 我本來沒有什麼宗教信仰嘛 那麼對這些什麼非物質的理想性 那因為看到超馬這本書 我對老師真的非常的佩服老師的那種大愛 愛心 非常感動 那我看了幾天之後 後來知道說可以把這本書放在你的頭上 那第二天奇蹟就發現了 因為我原本我的腳 肌肉拉傷很嚴重 已經大概好幾個月 怎麼看病 怎麼 中西醫都看過了 不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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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越來越痛 那當然現在知道是能量的問題 那這本書放在枕頭下睡 第二天奇蹟發現了 那個 就是我覺得血循環非常好 然後我另外就是 突然有針灸的刺痛感 就是在我受傷的地方 有三症 當下那種感覺我都嚇到 然後就是這樣子 後來慢慢我的腳就好 是真的幫我針灸 諸位如果有去針灸過 知道那種 當下那種刺痠痛 就是這樣子 然後你看這是非物質啊 但是就這麼神奇 我的腳就好了 好幾個月 爬樓梯 走路是有問題的 這樣就好了 那我就非常感動啊 非常 用這一本書而已耶 真的 這超神奇喔 你真的要感激天地的厚愛 那我跟超馬就圓了 所以 本來我不相信的 就成果了 然後另外還有 我又一次 又是針灸的事情 就是我每天做心法嘛 那那個去年夏天的時候 就天氣熱 那一早上起來就穿短褲啊 然後再加上吹電扇 就對著我身體 對著我膝蓋蒙搓壓 那就後來就發覺 皮膚好像有點膝蓋那裡啊 皮膚會痛 我個人的經驗啊 如果要感冒的時候 有時候 皮膚摸起來 那個外表 觸覺會痛 我不知道 朱衛有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我常常會這樣 那我就 喔 有點著涼 我知道這樣那也不理他啊 只是皮膚痛痛啊 總會好 可是沒想到那一次 他就不會好 就一直痛 從表皮痛到裡面 而且是整個膝蓋一圈都痛 痛到骨裡面那種感覺啦 很深層的痛 那因為當時我是打算要回北部去看我媽媽回娘家 那痛也得回去啊 雖然爬樓梯又不太方便了 那我 那一天我已經請你打包好了 都整理好了 那就做心靶 就 步驟一二三嘛 那在做第一個 懺悔心靶的時候 我突然想說 我應該對我的膝蓋懺悔 那我就首先 我要感謝我的膝蓋啊 為我服務得那麼久 然後我懺悔說 我都沒有好好照顧你 讓你照亮了 非常抱歉 我以後一定要好好照顧你 做心靶的時候 天氣熱一定拿一個東西把你蓋住 我就是這樣 然後當下很奇妙 又是兩針針灸 這真的是悲用紙啊 又是那種刺痛痠痛 紮進去的感覺 我是嚇了一跳 但是我沒有想到什麼 那就接著步驟二 步驟三 做完嘛 做完 然後時間到要趕著去做高點 拎著行李就跑了 我都沒有想到說我行動不方便的 誰都忘了啊 然後回到我娘家 也是樓上樓下亂跑 才懷悔到 欸 我的腳又被針灸了 又好了 這是真實不需 真的 我很感謝天地對我的厚愛 以上是我個人神奇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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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美娃要分享 今天好像都講能量好了 那我也是 我昨天齁 我去高雄天原教室 那去參加派一感恩堅持分享會 然後我是坐在後面聽 那其實 其實我這幾天 因為我已經即將在三月下 我要到新的學校去掛造了 那我這邊的工作我必須要 至少要告一個段落 讓人家好接 所以我天天加班 加班上七、八年 那回去以後真的已經 大家也不吃一看 不太吃了 那一整天喔 幾乎都是連中午 我要是能不吃我就不吃了 就一直坐 一直坐 到我的手足已經變成職業病 就走一走都會痛啊 那到昨天禮拜六我想說 我已經改造才會有一個季度 我應該 禮拜六我想休息了 那一坐下去也不行 那我就休息 就請假 那我昨天早上去發現說 其實 那個痛感是都 都還是存在的喔 那我要去經營教室 準備參加派一感恩堅持分享會的時候 在出門的時候 我在手的走動還是會痛到 可是去聽的時候啊 我到那邊其實已經晚了半個小時了 那到八點我就靜靜的坐在後面 那我就聽得到他們上面的人這樣子會這樣 也不知道齁 在我的姐姐講的時候 我就很自然就整場睡覺了 然後就睡著了 那中間又醒過來 趕快要專注聽 又馬上又睡覺了 奇怪 很奇怪 那兩個過程 我就是沒辦法去聽會神的去聽喔 就是馬上又點頭又睡著了 而且床又低下去了 這樣子就睡著了 等到她講完我也醒過來啊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這樣也差不多 她兩晚也差不多9點左右了 那我因為我想說 我早上還要摳影圈喔 我想說啊 太晚的話可能回去或什麼 那我就先離開了 那我們來的路上喔 我就在桌塔的捷運啊 然後這樣子走路回家 下車這樣走路回家 嗯?嗯?奇怪 怎麼沒有痛感啊 真的很神奇 你覺得我每一次 我真的每一次到永靜的教育 我只要一進去 我就覺得那裡的磁場 真的是不一樣 那裡的導師的地方 天地的能量流戰喔 所以真的是格外又不一樣 那跟大家分享 這次的感受到 雖然的一切都是能量的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美華的分享 好 還有沒有人要分享的 好 健成要分享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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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丟了 大家可以來 到這邊分享 老師好 主持人好 還有所有的常華家人 大家 周福好 哈哈哈哈 我們一直在談論說 老師的那個人鬼神 都可以 都想要再修這個 那 我跟各位都講一個一段 那 過年前的 就是除夕前的 禮拜天嘛 那我們就去 在屏東的那個教室上 老師的訪問光秀 那上晚呢 要回家了 老婆說 要去買菜 我說好 我帶你去 那我本來是 去從屏東火車站那邊過去 他說 是不是要轉過去那邊 好 結果轉過去 轉過去 一看 我才 欸 才知道 屏東的那個城隍裡面 是在這裡 那當下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我就算了 完全沒有什麼 就走了 那 除夕呢 那個除夕就回台南嘛 那初一 大點初一 我們要出門的時候 我下去把那個車子發動 那結果呢 那個 加速燈有沒有 怎麼弄都不熄 就實力實力 在那邊 然後一踩油門 就好像要衝出去那種感覺 那就不敢開了 就 開回來 放好 把車子放好 想說 接著就先不要出門 因為 大過年的所有的包養廠都會休止 嗯 那等我下車的時候 一個聲音告訴我 怎麼也要 超級生命 那時候他想要看就更出 我說真的還是假的 我老婆說 你自己去就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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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去了摩托車過去了啊 那過去 他跟我講說 我那天就跟你講 我沒有聽到 他說 好 對不起 那我把事情 那我把事情處理好了 回家 我再把車子重新發動 都好了 都正常 完全正常 然後把它按一下 再按回來 完全正常 然後 我老婆說 你不是要下去修理廁所 我說不用啊 那個車子發動就好了啊 哈哈 所以啊 很多事情 不是我們可以去 用我們的小孩帶瓜子 可以去理解 那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想要 其實這麼學著這個超馬 因為 你想想看喔 真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地球道場 還有這個世界 真的是 也只有剩下 愛與感人這樣子的 去普傳這樣 然後才沒到 這個地球道場 或許可以真的 討過真的還是講的 在分割 未來的這一節喔 那 當然也是要靠 在座的各位喔 尽量的去普傳 那 我們的社會 更加的相合 更加的 圓滿對不對 那 其實喔 如果我們人人 心中都有 愛與感人的 這樣的一個心情 那我們大同世界 差不多就 就快到了 對不對 所以 真的還是要靠各位 不是光靠老師 還是要靠我們大家 一起去努力普傳操 這才是我們 老師要的 也是我們家自己要的 我們經常在說 私自如喜智 所以我們就大家 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 建成給我們的分享 那 法官好像那個 建成啊 另外一個建成也有這個 這個心得嘛 齁 那天我看你選心得 齁 也是有人這個問題嘛 請你處理 也我們請建成也這個 兩個建成都分享一下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教人好 那天是下午 那天是下午啊 他在便利館車子壞掉 沒有電腦 然後他有教室過去用了 結果也用不好啊 然後我心裡在想說 應該是啟動馬達壞掉 因為他打下去完全沒有生命 誰誰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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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我也有跟他分享超越生命 他也蠻細的 他沒有時間過來 後來他就過來找我說 你們那個正能量的 有沒有用 我們也不敢跟他講說有沒有用啊 我用車子的話本來就要修理啊 你如果要講 鮮血合理啊 你的虛空中的能量長不一定啊 我去我說 要不然躲一下 我去的時候 手轉下去就要痛了 結果我真的到現場 賓館那邊 你真的 我一進去真的 生理有點受不了 那個整個市場涌過來 真的很怪怪的 然後我就趕快唸那個 可能是去進 練一下之後 我們打翻 鑰匙插下去 轉一下 完全沒有沒電的感覺 就發動了 然後我說趕快移開現場 趕快走應該要走的時候 外面去太多這個已經進來了 再多另外一台 也是不能發動 啊我也想我是跟他解釋說 天地之間啊 正能量下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電 馬達是要靠正義跟馬達 那你因為那邊庫比較大 所以你天地之間一個正能量 是下來的時候 他就過了 但是回來一定要換馬達 不是回來都給他 那邊唸 那邊可能是 不要科學啦 他覺得滿有理的 我想就幫他換馬 換一換他就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來來來 來來來 老師好還有主持人好 還有親愛的超馬家人 大家都好 因為想到這個 就想起 因為 那天我們也是在 就是離港的那個 家人那邊 中餐 那結果他 他都一直會在 他們的店裡面 放那個 放音樂啊 放那個 就他的播放器 他說奇怪 他就是充很飽了 為什麼是都 一直都不能有聲音 他就一直在那邊弄很久 他就想說這什麼狀況 他就說 既然既然 你那邊是不是有播放器 我說有有有 我有 結果他就說 那你拿來 我以為他是要拿我們 他是要拿我的去播 你知道嗎 結果他不是 他就把我的那個 播放器的那個電子拔起來 放到他的那個播放器 結果 他就想說奇怪 放下去就開始 就唱歌你知道嗎 那他 他就說奇怪 為什麼我的都賺不動 那當時我就跟他說 你有沒有看待我的播放器上面 是有老師的簽名 他說 很奇怪 就只是換了電池 就像人家說 車部燈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他就把我的電池 換進去以後 他就又拔出來 他再把他的電池放進去 他就可以轉了 所以他剛才講 那個我就想 欸真的是能量 他說 我說 你看 老師的能量廠很強吧 我說 所以你看 就這樣子一個小動作而已 他也不是用我的電池一直放 你知道嗎 是把弄進去 他就換他的電池也進去 他說 哇怎麼這麼神奇 然後我就拿我的那個播放器說 你沒看到老師上面有幫我簽 這個是去拉斯回家是簽回來的 當然能量強的 所以真的 不要小看那個能量廠 真的 那我也要呼籲說 大家超滿家人 只要是精英會的 每一個精英會的場地 還有網路工修 他的能量廠是確實是加倍的 那我就像剛才才我姐說 當然那個大哥已經做了 確實 為什麼一個禮拜沒有來護電的一位 回去也扔哥哥 真的 我已經聽太多了 他說一個禮拜沒有來的 請啊哪 沒有電 啊就是什麼 能量廠很長 而且就發生很多的事故這樣子 所以他說真的不要小看 每一場的精英會的場地 只要你 只要用心 你只要每次 你只要誠心的 而且不是我們自己要好 而且要把你的朋友 不要每次都自己來好不好 每次都帶一個就好了 把這邊抱的時候 我們再換一個不要帶 而且接下來真的 4月7號 4月7號 是不是在胡華 3月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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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趕快現在就去做邀約的動作 不要忘了 真的是把新朋友帶進超馬裡面 我們自己都已經受惠了 還不趕快去 怎麼樣 去跟朋友去分享 是不是太對不起天地 太對不起導師 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 大方 真的 所以真的要好好 那6月15、16 真的要趕快趁勝追擊 這一次的釀場 你看老師說過年團 你知道嗎 那個搭師回家師團的 飛出去以後 安大列就不飛了 要飛回來的時候 安大列就不飛了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一直很關注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自己都已經親自見到說 老師真的跟天地對我們的寵愛 因為當時候我們是在台東 我們就是在用餐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那邊觀看 安大列不飛耶 如果不是去拉斯文家師 如果不是去下去 我根本不知道安大列是一個機場 所以你看超馬家人是不是這樣 眼光就不一樣了 對 所以你想想看 老師可以再這樣子去運作 我們都還在那邊 真的真的 確實 真的你在超馬 你就會好運年齡 真的 真的要好好講 你們聽得懂 謝謝我們 精彩的分享 就在這邊因為時間也到了 好啦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因為這一段裡面有談到的是 木質跟灰木質 那所謂的木質就是有形的能量 那灰木質指的就是無形的能量 那灰木質指的就是無形的能量 那灰木質一般我們比較看不到 那老實講的 無形的能量 你看不到的日物 代表它不存在 那事實上我們大家都了解 很多事情都是怎樣 都是無形的能量在這主展 有形的能量主展的基因都不大 所以呢 我們要等下老師講的 我們要提升的 對不對 我們提升的有形的能量以外 當然我們還是要靠 無形的能量來幫助我們 所以呢 有形無形 我們都具備了 都具足了 那我們的生活性就會更年滿 喜悅 好 那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大家還有沒有任何問題怎麼樣 我分享給大家 我讓大家說不定可以幫助 告訴大家 有一天啊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晃得感覺是繼續 然後就一直晃晃 他們到我要做心法的時候 他就產生一個很奧妙的一個能量查出來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以為那個時候是跟天地相應 那昨天在車上 那個張英有提到 可是我們看書啊 有時候會看過 然後沒有去把它記住 所以說張英有提到 然後我們想一下很簡短 那個你在做心法的時候 在第幾頁 200多月我忘記了 特別那個 因為有太陽嗎 不是不是 風盛的光 喔 風盛的光 那一頁裡面 導師有提到說 我們在做心法的時候 可以用兩台播放器 一台放著感恩式句句 小聲一點 然後你就做你的心法 那天我為什麼會有這一種 很奧妙的一個能量查 就是我在做心法的時候 想說晚上要睡覺很累很累 所以我就聽著感恩式去先把它聽完 然後聽眼睛觀想著太陽的時候 欸聽 結果那個整個天空好像是在放天火一樣 整個漂亮的 然後整個天空裡面 宇宙裡面 很多很多的金光點 那這個讓我提問 欸很棒欸 因為我聽著感恩式句句 然後去把它做一個觀想的時候 會有這個人家想 天地宇宙這個回應給你 那昨天才真正了解到說 欸導師有這一段裡面已經有證實 大家不妨可以試試看 好 跟大家分享 謝謝 好 謝謝太陽的音樂 那 這裡我也跟大家講一下 那一天在看 超級健康密碼裡面有一段很重要 因為我們常常會做呼吸網 但是在健康密碼裡面老師有告訴我 我們要做呼吸網 在吸氣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種感恩的心 然後要觀想 你吸進來的是怎樣 太陽的束縛 還有太陽的經過 那這樣子你就會有感受到一種太陽的能量 也會有不解的進來 所以這個回去我們可以看 超級健康密碼也會拍到這一段 就是說你在做呼吸網的時候 要這樣去做 也要去觀想 我們吸進來都是太陽的束縛 都是太陽的金光 那這樣子你會感受到能量真的很棒 所以在做自己在做內醒呼吸網的時候 也可以去好好地去利用這個 就告訴我們每一種況況 好 那我們今天的 因為我們一點接著是網路共修嘛 所以我們今天就敬略到此連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